我們剛剛有稍問一下老師 大家都覺得自己輸入的速度不夠快 在這邊呢 我有分享兩個 我部落格的文章 這裡 其實以往我們高中 高職的部分 應該會比較有輸入法的比賽 對不對 對啊 可是現在這個時代 真的已經過去了 因為大家現在都只會注意嘛 對不對 輸入法快好像不是最重要的 那用講的現在就可以通了 你看我來這邊用給各位看一下 好 您看到我們今天的 您可以在Google裡面就可以用 Google文件 Google簡報裡面都有 好 那你看我在這邊建一個 好 您進到上面這邊工具 有沒有叫做語音輸入 當然其實我相信大家在手機上 也常常有機會用到語音對不對 只是一般我們大部分都是命令式的 所以你可能就一句而已嘛 但是如果你要講比較長的話 就需要好一點的工具齁 那你看我們在這個上面的 我把它變大一點 好 第一次要允許一下 今天來到卓蘭高中 你看我們用語音輸入 會比你用打字的慢嗎 這樣下次老師你還會說我要打報告嗎 我們現在都是說講報告 有沒有快一點 一般口語化的 我們這樣講應該都沒有太多問題 專有名詞可能就會差異比較大 講完記得按這裡 可是老師發現他要掃什麼 標點符號對不對 所以你看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注 但是我不要注音 我要下面這個手寫 您按一下這邊之後 您就會發現 有沒有標點符號在這裡 有對不對 所以您下次只要把麥克風準備好 應該打字就打完了吧 對啊對啊 那你就自己插入一下啊 這邊的是全形的 好這邊是全形的 那當然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是 叫做Speech Note 它也是類似的 那我們剛剛那一種的話是 你要怎麼樣 要進到 就是有Google帳號對不對 這個是完全不用 就是一個線帳服務 所以呢 您進來的時候 也是一樣 第一個就是要選一下語言 他這裡有沒有 他問你說你要哪一種的語言 選好之後呢 你就一樣 麥克風按下去 允許就好了 這是另外一個 線上語音的輸入平台 不用注冊帳號 您就可以使用 而且呢 您可以在它的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 就有這些標點符號 不過這些標點符號是半型的 有錯嘛 難免會有錯嘛對不對 你老是要改錯字比較快 還是要全部從哪裡比較快 哈哈哈哈 有沒有這樣 速度確實是快滿多的 這邊是半型有沒有 好 那如果您的斷句比較清楚 在Speech Note 它會幫你把中間用一個空格 給我看 這樣是你也比較清楚嘛 反正我們古文 本來就沒有標點符號嘛 哈哈 好 那這個是在電腦上 你也可以用的 其實手機端你也可以這樣輸入啦 老實講 手機端你也可以這樣輸入 你就直接 在那個 但是呢 這樣的輸入還有一個 小缺點 就是你總是要切 假設你在手機上 就相對比較不方便對不對 你要在另外一邊 輸入完了 在那個 那Google語音是相對比較 容易一些 它本來就已經整合在系統裡面了 那如果說您真的是要在手機上用的 我會建議您可以試看看另外一個 叫做訊飛語音 它就是變成手機上的一種輸入法 手機上的一種輸入法 那您可以看一下我在下面這裡 這個是我之前錄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 看看跟這個有什麼錄一樣 我直接進到這邊來看 我直接進到這邊來看 今天來到小中市大同國長 進行學期 有沒有發現豆點 標點符號有自動加進來 你在行動中置上 所以你在 你就變成行動中置上一種輸入法嘛 那是比較簡單 你在Facebook也好 Line也好 還是您真的要記事的 是不是講一講就好了 難免一定會有錯字 這是一定的 但是現在的正確率是都還蠻高的 反正你現在註音也都看很久了嘛 同學的註音大家不是都看很久了嗎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這是另外一個選擇 所以說如果您在行動裝置上呢 其實我倒蠻鼓勵 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可以做一個參考啦 iOS上面 也有 就是蘋果的 蘋果的Siri也是不錯用 但是它也是沒有標點符號 它也是沒有標點符號 那 我們的Google上面呢 Android系統的 你有它內建的語音輸入 還是它本來就比較適合命令式的 所以都是一句一句 那你要打標點符號當然就格外打 那這一種就是另外一種輸入法 可以做參考 好